有一名年近80岁患有失智症状的老太太 在跟朋友骑单车外出买菜之后 却不小心跟朋友分开找不到回家的路 正当彷徨失措的时候被原警发现 透过人脸辨识系统以及老太太的叙述 终于将她平安的送回家 大马路上西来人广 老夫人独自一人站在路边 立刻引起巡逻原警注意 赶紧上前询问 才发现原来她是一名迷途老人 跟着朋友外出买菜 却走失不知道如何回家 老夫人说不出住在哪里 警方邻机一动 赶紧拿出随身的人脸辨识系统 希望有所帮助 绕了好几圈 像鬼打墙一样的 就是回不了她住在凤山建国路的家 后来经路人看她在路旁休息 也不知所措 所以就有请邻居打电话 跟警方报案 果然透过这个方法 三民二分局扬名所原警 查出眼前这名老夫人家住凤山 于是赶紧请她上车 在远警护送下将老夫人平安送回家 你惊了 谢谢 警方也在呼吁有类似这种情形的家人 要尽量在她的衣服或是在她携带的物品当中 适时给她打上名字或是住址或是联络的电话 方便警方协讯可以及时帮她还家 老夫人因为患有轻微失智 骑单车外出回归老家 而陪她一起外出的邻居 直到见到远警护送她返家后 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以再向远请道谢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 务必要在身上放置联系卡或是申请安心手链 这样才能避免走失情形 也能减少意外发生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采访报导